惊悚标题让人看了胆战心惊 近日屏东超商女店员遭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攻击 引发社会关注 这也让立法院再度对社会安全网络提出质疑 立委苏小会就提到 社会安全网仍存在多项漏洞 需要各部会协助补齐 但目前在检察机关协助 仍有部分条文尚未定案 一时答不出来就是因为 只要依程序执行完毕的个案 相关单位也拿个案后续状况没辙 社会安全网出现断点 立委廖国栋则将问题指向人力不足 我常常听这个设政 包括地方的卫生局的这些妇理人员 一直提问这个人力不足的事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部分来捕捉他们 有 这几年算是我们非常就是 正向的正面去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人力毕竟是年年来增加 没有办法一下子 就跑出来又有经验 又有相关的一个训练的真理 人力不只是单纯的招兵买马 更需要从业人员经验累积及相关知识 来面对社会安全的各项问题 而根本知道多数立委紧追精神卫生法 修法进度 就是希望透过法律效力 修补社会安全网 所以想请教 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有 院版精神卫生法草案的踪迹 我想今年年底应该会 这新任版应该会提出来 那以前刚才委员所提的刚才那一些 其实大家的共识度应该都很高 卫福部预计年底就能送出草案 但有些不同想法 仍在与司法单位持续沟通 有些新闻阿斯伯罗路亚立法院采访报道